这样子太不公平了 而且它慢慢拍 你要不然早就通知隔离 12号就通知我出院 还不到24小时 他说他们医院里面出现了武汉肺炎 现在开刀房关闭了 今天早上我看那个网络 陈思忠他还有一规定了 这个医院里面的病患 统统要隔离 这个问题是一个医师 一个护理师惹出来的 他现在把所有的罪状 全部推到病患身上 警察中先生跟我讲 他说你到急诊室去裁剪 如果是阴性的话 就在我们省立桃源医院 来洗肾 就这样子 我今天来裁剪 我是很不平的 为什么 陈屋12号到现在 25号他宣布隔离 以前都没有人讲隔离 都没有人讲要隔离 他现在讲要隔离 是把所有的过错 全部由医师跟护理师的身上 推到病患身上 还有陪病者 这样子太不公平了 而且他慢慢拍 你要不然早就通知隔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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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